NEO 了世纪 天天流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来看朝鲜人对上阿兹特克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好 这场比赛 HERO 选择到了朝鲜 朝鲜的特色是挖石头的速度 是有芯面最坏的文明 而且他的剑塔还会自动升级 所以朝鲜人前期很适合打塔攻开局 朝鲜人的工兵各式特别 他拥有免费的工兵护甲 马战车的护甲也可以马上提升 后期有强弩 战矛 马攻 火枪路线可以打 但是马攻路线并不是那么适合 毕竟少了品种 也没有安协人战术 但是一些特定情况朝鲜人还是会走马攻 后期的落马路线有大落马 但是没有三攻三防 所以后期落马算是只能堪用 枪兵部分也有缺陷 没有三攻的关系 所以步兵互打的情况下 也要特别注意会打树的问题 那接下来看一下 出生点位大约两点钟方向的红色阿兹特克人 阿兹特克人开局时 村民就有加三的采集资源的效果 所以资源量是可以用的非常多的 前中后期资源量都是非常可怕的 但后期的阿兹特克有龙冠战争的关系 所以步兵伤害都会非常高 不管你是要打建兵勇士还是枪兵还是老鹰 这个伤害都是非常高的 后期的阿兹特克也可以打强弩 但是没有三级工兵铠甲也没有拇指环 所以会稍微弱一点跟对方的工兵护射的话要特别注意 后期的阿兹特克还有重头跟大冲车 还有工程过程师可以使用 那科技方面呢 僧侣的部分是特别厉害的 每点一个僧侣科技有血量都可以加5滴血 后期的阿兹特克的僧侣血量可以高达100滴 非常的弱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的这张地图 那两边的话都是阿拉伯地图 一样我们是要来看金跟这个果子 还有木头的部分 那目前看到阿兹特克这边是小微的话是比较稳定的 后面这边也是稍微小微一下 然后这边稍微微过来 这边TC联防 前面的精英找个机会盖城堡锁住 可能会比较安定一点 那这边看一下HERO这里 HERO这边的话右边有石头 后面有黄金 前方有黄金 两个前期资源都是比较难受的 但还好后面还有块附近 所以问题并不是那么大 那木区的部分则是比对手多了一块 所以整体来说HERO这张地图是不错的 但是要怎么围死也是个问题 这边有非常多洞 需要续围 这边可能下面要直接拉到底 好 那来看一下阿兹特克 已经点下了织布技术 对手阿兹没有偷织布 HERO这边则是偷了一个织布 25滴血的村民 好 那阿兹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呢 HERO这边偷织布 这边是可以抓村民的哦 要不要抓一下 偷织布要不要制裁 抓一下这一只 这两只落单 但是没有这样子 没有打算要直接用刺猴去解决 HERO这边有点撞到TC的关系 刺猴血量降到了只剩36滴血 好 正面的部分点下了一个军营 HERO这边封建时代应该还是会打工兵哦 甚至可以考虑打这个塔公公 但是朝鲜的塔公公 并没有那么的常用哦 反而是现在肉马开局还是比较多的 毕竟肉马开局有绝对的优势性哦 不管现在什么文明哦 都可以打这个肉马开局会比较好 肉马配工兵的一个流程 那通常工兵开局的话 通常都是机动性不足的关系 很难打出自己的优势来哦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阿兹特克 这边直接转12点长 那这个就是南美文明的优势哦 他不需要再额外去下额外的马厩 直接多挖点黄金 产生刺猴就是自己的肉马 所以阿兹特克人的南美文明哦 都是非常难缠的 印加或是玛雅 都是这一类的感觉 所以前期他们的进攻会更凶猛一点 那这一点如果要阻挡对方的枪毛防守的话 工兵路线要赶快产生哦 尤其是要打这个毛兵路线 但是如果前期他们单位少 也不用太大担心 因为他们要戳11只村民非常困难 然后Hura这边偷植布偷到了23村啊 偷的有够凶啊 这个偷植布偷到23村是什么一回事 现在Hura一直想要把自己的经济打到极限的样子 好 阿兹特克决定在家里稍微小微一下 前期的骚扰应该不会太凶猛 好 果然补了一个射箭厂 很快就补了 大概5片田左右的时候补下第一个射箭厂 毛病赶快按 前期的防守固然重要 购马也是要继续按 好 阿兹这边稍微微加 想要把里面的支援点给防守住 那家里的部分还在按一些毛病稍微挡下 好 这里终于把毛病丢出来 洛马在后面追 想往后戳 但是阿兹特克没有戳到 Hura瞬间拉走 好 枪柄站我会 诶 又差一点 又没戳到 OK Hura这边秀了洛马 让阿兹这里有点小小受伤 枪柄被收掉了一只 毛病也被收掉了一只 最后残血的枪柄回到家里 阿兹前期是打一个枪毛防守阵 那他后面有一块黄金可以挖 所以即使这块黄金被控也没关系 好 那现在阿兹会比较尴尬的是 他只有一块墓区 要是这块墓区被插箭塔 他就会很难受 一定要被迫到这里 去做一个转移阵地的动作 或是要直接拉村民的手撕箭塔 但是Hura这边非常仁慈 玩朝鲜不打塔工 本来是打营运路线 那现在看到Hura他的打法已经跟以前 变得很多了 现在都是打营运型的 没有人在跟你打这种开稿式的了 打营运还是比较稳 这也是Hura在天梯上的课题 他可能认为打稳 可能会比较适合拿到更多的比赛 毕竟以他以前的风格 都是想要用手术去修对手 结果自己的家里经济一团造 然后被Viper这个防守反击 打到头破血了 看来他已经知道世纪帝国的真谛了 防守反击才是主流 好 那阿兹特克这边是补下了一个军营 一级挖金也点下了 那阿兹这边也是打防守反击 也没有选择主动全黄金兵路线 没有走这个老鹰跟弓兵路线 反而是走超级垃圾兵 好 这边Hura有点冲动了 直接冲进去 好 这边想要稍微防守 好 老鹰开始按 这边补了三个军营 阿兹三军营爆老鹰 这个打法是阿兹特克 陈宝世代非常凶狠的打法 这个我都把他俗称为老鹰暴 陈宝世代的老鹰暴非常难缠 好 肉麻想要进去 但是老鹰一直在后面追 好 点一下英勇士 英勇士点完之后 远防会多加一点血量加5滴 单体的伤害数值也提升到了7点 好 而且这个单位非常麻烦 不需要大量的肉 只要多一点黄金 点个一级挖金 二级挖金 就会挖得非常快 那阿兹这边是先投资了二级防御 先把防御力也拉起来 好 但是没有带任何的工程器 所以阿兹要这一波打出东西来 会比较困难 Eura这边则是转出了长剑兵路线 长剑兵路线直接转了出来 搭配这边肉马 肉马还在继续喽 好 看一下这一波 阿兹不想往回头 这边偷了一个二级防 打的有点不是很干脆 打一打出来又在转这个经济科技 当然我是觉得二级防目可能还是 如果要点的话 还是要大于这个二级防御会比较好 先点二级防御的话 经济就这边就要等一下了 毕竟你点个二防 始终还是有点难打得隐长剑兵的 好 那既然这边要偷经济的话 前面的老鹰的伤害就会差一点 如果你偷一下经济的话 先把老鹰的伤害点高 打这个长剑兵也会更好 那如果你要偷的话 那就一开始点二级防目 或许会更好一些 好 老鹰这边还是依旧靠着自己的 数量优势打赢了长剑兵 那现在老鹰的数量是来到了11只 都是双防老鹰 好 朝鲜这边补下了一级的步兵铠甲 一级攻点完之后 点了一级步兵甲 那一级步兵甲点完 就不太害怕 毛兵的伤害了 这毛兵连几次都没点了 那没事 有点跟没点没差 主要还是要来挡这个老鹰 老鹰这个是两点 原本就是有一点防御力 点完变两点 好 Hera这边是3TC 防守反击流 16打法 还是防守反击 非常凶喔 现在阿兹特是单TC 想要一波把Hera给带走 但Hera完全看他没有 还在补城镇中心 这么不怕被对手一波老鹰带走啊 还是他觉得自己常见兵有足够大的优势呢 不知道 知道老鹰确实又被打跑了回去 现在村民数量已经来到了差距20村 这20村有点危险了 好 阿兹特转出了生旅 既然这边打不移 我们就玩招降大战 诶 怎么招了一只残血的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好 这边再继续逼退回去 朝鲜这里只有两个军营 在产长剑兵 然后其他的TC都在努力产 朝鲜这里补了一个 彩光地 守住他下方的石头区 但是现在遇到对方阿兹特克的情况 没有漏马 很难去抓掉对方生旅 但是如果现在转漏马的话 常见兵的数量会不够多 反而更打不移正面的老鹰 所以这边就是防老鹰霸 老鹰爆 加这个生旅最麻烦的地方 也不管用什么打法 对方都还是有克制你的方法 还有这个让你反制的方法 好 结果阿兹特克直接转出了一根城堡 好 那阿兹正面一定要打赢了 打不赢的话 会很难受 虽然城堡会盖不起来 但是Hira这边4TC set太多了 好 城堡开敲了 这应该能干得起来好 床间兵很独立 最后没有收掉生旅 但是阿兹特克的老鹰也是损失惨重 剩下正面的11只 Hira这边可能要再补一些军营 现在常见兵的产能明显不够 好 这里的农田村民先往到后面拉过去 待会也要在后面继续撒农田 好 一瞬间就补了非常多的军营 Hira这边找个机会 点下了二级的步兵铠甲 好 这边盖完城堡之后 继续挖石头 等这边田全部不见之后 待会就可以再继续伸插 直接插这个位置 扣两个城镇中心 还可以控这些农田 好 劳云直接从左边飞过去了 那这边转出了一些暴勇士 暴勇士打步兵的伤害非常的高 好 生旅这边要稍微小心一下 好 两只生旅是阿兹特克的命脉 这些生旅呢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能在开战的第一时间 把这个常见兵招强掉四只或五只 那这样对阿兹的正面打击就会更有利一点 好 朝鲜这边点下了一级射 稍微提升一下 好 菲娃这边是补下了一个车门在前方 不想让老鹰子飞来飞去 老鹰飞很麻烦 好 这边胜率还是尝试在着想 好 菲娃这边的木头已经炸裂了 来到了七百多 这里开始转出来的奴兵 奴兵配弓兵 二级射影补下 但是菲娃也有大动作 要来盖宝 但是中途遇到的老鹰不知道会不会看到呢 好 但这边好像阿兹特克没有看到视野 他在努力强攻当中 好 这个盖宝很关键 偷子车两胎也过来了 要来强拆 Hira这里 Hira这边是直接补了一根城堡 在这个位置 直接想要控祖金 但是被阿兹特克看到 赶快拉生女跟老鹰过来阻止盖宝 但盖者的聰明实在太多 十八只聰明 但是阿兹特克也很多 也是十八只 两边十八只对盖宝 但是前方的僧侣被拖顶掉了两只 阿兹特克这一波失误 让他前线 遭享常见兵的优势稍微减低了一些 好 这些农田被控制的关系 暂时没有办法 城堡最后盖起来 但是想往后逃着村民没有办法 只好收到城堡里面 暂时躲避 好 这里炸药桶要赶快按了 好 这里有一只村民 没有机会可以逃掉 好 躲到了城堡下方 收进去 但是还是想要出来回家踩资源 但是好像又不给踩 后面的老鹰跟森李 顶椎在后 正面的部分 常见兵跟 喔呦 常见兵被砸掉了非常多 剛才投死车还是立了大功 这个城镇中心最终 还是没有被拿下 后面这里要赶快补一个工程器 制造所会比较好 赶快铲出充车 但是现在村民一直被老鹰抓掉 好 这里进入城堡射城方面 赶快用城堡去射老鹰 好 这里炸药桶一直慢慢砸 但是阿兹特克的炸药桶 有点按不太起来了 现在肉有点吃紧 送TC的关系 而且还要陈老鹰 好 最后这个TC还是被拿下了 现在常见兵的数量明显不够 但是现在药田也没有办法 好 老鹰过来 直接想要抓奴兵 这波包抄很关键 投死车直接砸掉了大量奴兵 可以吧 会因为这波而直接倒闭吗 好 正前方的冲车已经过来开顶 这里要用自爆兵吗 爆破兵怎么往后走 跑去炸TC 诶 这就很奇怪了 跑去炸TC 不知道是不是按错 好 让我来拿手撕一下 这村民踩底要小心 收进去 把这边冲车来 好 这里果然补了一个工程器制造所 前方的部分 Hira还在努力的去守住家里的阵地 但是冲田一直被控 木头也是有点爆炸 有一千多木头 那现在一样 要赶快稳住黄金的量 Hira这波我觉得打得非常漂亮 冲车已经给到这个城堡大量的伤害了 但是这边炸兵继续按 然后后面再撒出一些冲田 可能就可以讲那个字了 稳到不行 好 现在Hira这边也是补了一根城堡 阿兹特克后面补城堡继续补下去 正面的长剑名努力抢住正面 奴兵在后面努力射击 这个城堡 拼了命也要盖起来 但我觉得两边同时盖起来几率很高 但是阿兹特克这时候打出了GG 我们恭喜Hira拿下比赛的胜利 阿兹特克这边充分出差距太大 分数6200分 打4600分 哪怪Hira不及不许的 慢慢跟对手打 虽然这根堡盖起来确实可以空到两个城镇中心 但是戳敏的数量差距太多了 再继续打下去 可能就是帝王打城堡 那阿兹特克应该是顶不住 待会帝王的马战车或是大落马 或是一些常见兵的压制打法 可能都是有点扛不太住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那经济的部分 是由Hira拿下支援上的胜利 那阿兹特克则是拿到黄金的 大概赢了1000左右 好1100左右 好了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记得把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